全油管最快新闻 瑞典发现非洲大陆以外首个喉斗病例 8月15日 瑞典国家流行病学家马格努斯、吉斯伦、公共卫生署代理署长奥利维亚、威格泽尔和社会事务和公共卫生部长雅各布、福斯梅德在瑞典首都斯德戈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喉斗病例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和瑞典宣布瑞典发现非洲大陆以外首个I型喉斗病例 这是该病毒在非洲大陆以外传播的第一个迹象 路透社报道 瑞典卫生官员星期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该患者在非洲感染了最近疫情中涉及的Ib型喉斗病毒正在接受治疗 公共卫生专家华盛顿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格斯汀说 欧洲大陆出现病例可能会促使喉斗迅速在全球传播 瑞典出现病例很可能意味着欧洲有数十个未发现的病例 剑桥大学的布莱恩·弗格森说 考虑到非洲疫情的严重性和蔓延性 瑞典旅行者的病例令人担忧 但并不令人意外 他说 这里和世界其他地方可能会出现更多病例 因为目前没有机制阻止喉斗病例的输入 此前一天 由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几个非洲国家 哀行喉斗疫情正在迅速发展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喉斗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联合国新闻中心引述世卫组织欧洲区负责人克鲁格说 世卫组织早就警告说 鉴于世界相互联系的紧密性 在世界卫生组织其他地区发现I型喉斗病例只是时间问题 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提供的彩色化电子显微照片 展示了在实验室培养的受感染细胞内发现的喉斗颗粒 瑞典卫生当局正在采取标准的公共卫生措施 包括隔离患者和追踪接触者 瑞典卫生当局强调 虽然对广大公众的威胁仍然很低 但保持警惕至关重要 克鲁格赞扬瑞典的做法 认为这体现了透明度 证明瑞典拥有一个强大的喉斗疫情监测系统 他指出这是所有国家学习的榜样 克鲁格再次敦促欧洲和中亚的所有53个成员国 加强监测以发现喉斗病例 发布合理的公共卫生建议 并加强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使用 他同时敦促各国政府 卫生部门和广大公众 不要羞辱或歧视任何受喉斗疾病影响的个人或社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他提醒我们喉斗病毒在非洲大陆以外传播的可能 瑞典的做法值得赞扬 透明度和强大的监测系统是所有国家应该学习的 我们需要加强监测 预防更广泛的疫情爆发 这是一则重要的新闻 我们不能忽视它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事